中階的人如果呢压力很大的同时 其实扶劳比会越来越多 这样的情况产业结构 当然自然不会有一个非常健康的循环 金龙哥过去你看到台湾呢 有很多大家都在讨论产业的问题 尤其是这个部分我们来看到说 中階的人力现在严重出走的同时 高阶跟低阶好像又招募不到人 因为高阶想要外流 然后低阶是从国外找来的外籍劳工 低阶的大家觉得薪水太低 还不愿意做 这个环节到底在哪里 其实我们现在仔细观察台湾的一个人才结构 它已经不是N型化 它基本上是一个W型 所谓W型是高阶跟低阶的人才 这需求甚至供给 已经有点像是土石流般的整个滑落 反而中间的中阶人才反而比较多 但是中阶这些人才其实现在有个问题 大部分都很多都是文科出身的 就是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下 训练出太多同质性的人了 所以没有办法运用在高阶跟低阶的部分 那我们在高阶人才的部分 光是过去这五年 中研院的人文科学领域中 就有研究员 顶尖的研究员被邻近的国家挖走 甚至扩及到像面板厂商中 其实我们科技业的面板厂 光是华兴大陆的中国华兴光电 就从台湾挖走200多个面板的工程师 而且这扶植起来 是回来打台湾的群装跟友达 另外像台湾过去很自以为好 像所谓的医学类的部分 很多的医生 即使他有台大急诊组织医生的资历 他还是愿意到新加坡 去从最基层的底层开始 跟那些年轻的医生 开始去做一个轮班的工作 为什么 其实这都显示说 在高阶人才中 其实已经快速的一个流失了 我们来看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其实是 整个台湾高阶人才的一个统计的数据 这个OECD之前有做一个调查 在调查中还有200多个国家中 台湾人才外移的人口比例 竟然勇夺世界第一 他是用勇夺来形容台湾人才出走的 那种急迫性 还甚至比第二名的印度 整整高出十几个百分点 另外一家国际的猎人头公司 其实他们也做了一个统计 针对大中华地区的一个人才 所谓中高阶人才是不是想要出走 做一个线上的调查 在5000多名的一个调查员中 其实台湾愿意出走的比例 竟然高达百分之63点 663点多percent 远远比我们看到的新加坡 大陆香港的比例还高出 有些还高出将近一倍 甚至更可悲的 这些高阶人才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们说只要给我加薪个5% 10% 我就愿意走 这个代表什么 这代表是台湾在高阶人才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就职环境中 其实并不是那么友善 在这样的情况下高阶人 其实他就会想要离开 这个其实高级人才的 快速的一个往外推的过程中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警讯 三星的总裁李建先生 他说过一句话 一个天才可以养活100万个人 也许我们这些高级人才不是天才 但是基本上都是人才 一个人才可以创造出多少个就业机会 当台湾有大量的人才开始 高级人才开始往外流的时候 其实台湾的一些创新的能力 研发能力其实也是一点一点被流失掉 其实从以前到现在 我们都一直说外国月亮比较远 但的确是如果从数字上来看 台湾也做不到跟外国一样的薪水 比较邻近的南韩好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台湾跟韩国比一比 过去台湾在不管人才或是产业竞争上 跟韩国都是高度竞争的对手 但是台湾我们先以经济成长率 今年的保二已经无望不说了 我们是1.7%南韩还是有2.8% 硬生生多了我们一个百分点之外 其实10月份的失业数字呢 台湾超过了4% 南韩还是压在3%左右 另外在消费者的物价指数部分呢 10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呢 台湾0.64%南韩0.9% 虽然物价比较高 但是我们看一下起薪 为什么差这么多大学毕业生 台湾的起薪是26700块 但是呢南韩的大学毕业生硬生生 比我们多了2到3倍是74400块 虽然说消费者物价指数有差异 但是薪水差了2到3倍合理吗 今天现场我们很荣幸请到的是维涛 维涛呢其实我们还蛮欣慰的 他留在台湾当初没有选择出走 但是如果一开始你回到台湾的时候 你有没有探究过你的起薪大概会是多少 其实我讲这个问题特别有感觉 因为我自己真的差点是那个要外流的人 但是我最后选择留下来了 那每一个所有的住过国外留学生 都会算这个问题 在你在毕业前期你会算说 如果我今天留在美国欧洲当地工作 或是我回台湾工作 最最最最 如果你找的工作都非常一般的 起码也会有三倍左右的差距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说我花了数百万出国留学之后 对 因为是一种投资 你觉得你投这么多钱你要回收嘛 投资报酬率要高是每个人都想达到 那最简单就是你来看这个数字 那通常三分之一左右 所以其实话说回来就是说最最重要的源头 其实还是在薪水的部分 可是我也要澄清一下 其实类似我们当时这样子的人 其实不是每个都想外流的 因为毕竟都还是在台湾生长的人 每一个人最后心里想的都还是想要回家嘛 家人在台湾 朋友在台湾 你在台湾工作也比较顺手 所以当你在国外工作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 其实我们这些外国人都会有一个瓶颈 不管是在文化上或是在语言上的差距 你可能升不上去了 这个时候你就会思考说 那我要不要回台湾 所以的确有人干了两三年三四年以后 真的回台湾了 可是回台湾以后会发现 不对 老问题还是出现 所以做了一阵子以后 二度流失的也是有 再回美国工作 然后再回美国工作一阵子以后 还是又遇到老问题 升不上去 好 我再回来 再回来以后 还是面对一样的问题 最后我刚才去大陆 因为其实大陆的 这个跨国气息的薪水 其实甚至是本地的薪水 也慢慢在上涨 所以造就了这个所谓 两度跟三度的出走 那通常事不过三 三度出走以后 通常就不会回来了 其实真的是环境的差别 我相信不是每个人 都是台积电的董上张周萌 因为当初在德怡 他可以做到副总裁 不是人人都有机会 也因此刚刚讲到这个文化 跟种族的差异 就是台湾人去国外 工作比较困难的地方 但是事实上如果比较一下 除了韦涛之外 赖教授自己的女儿 也在国外念书对不对 有发现说 其实光是起薪 或是实习的待遇 就差别很大 对 因为我们很明显 我是因为还好 女儿在那边读书的时候 我就跟她讲说 你做的每件事都要记录 因为我想透过她来了解 这爸爸管很多 他管很多 我是想说透过她来了解 美国到底对人才 他们是怎么样来建构的 因为人才不能只是喊嘴巴 不是喊口号 那为什么美国这个国家 这么多的外来的留学生 然后他们本身 你看PISA 他们的考试都那么差 对 哪要办这个评量 给大家来参加 对不对 然后他们的中学生 大学生的表现坦白说都是不好 但是为什么美国还那么强大 其实我们就发现说 他们很重视人才 他们让很多外国的最顶尖的学生 到那个国家里面去读书 那么读书长长 他们就给全额的奖学金 然后读完书以后 他们就建议他说留下来 你看我们这次也看到 像美国副总统拜登 这次到北京去的时候 昨天他就到他们的住 北京的大使馆 然后去的时候 有很多人在那边排在等签证 他就跟那些学生说 我们非常非常欢迎中国的最优秀的学生 到美国来读书 而且我们更欢迎你们读完书以后 就留在美国工作 然后就在那边生活住下去 成为美国人 你想想看一个副总统在那边招募人才 这个才叫做招募人才 要最优秀的学生给最好的待遇 希望你留下来 好 我就讲这样一个例子 我觉得讲到这里的时候 其实是给我们台湾的大中小型企业的企业组 一个建议 我觉得你们要有雄心壮志 为什么要有雄心壮志 因为人才能不能被留下来 其实完全大部分决定在于 你给他的薪水 够不够让他满意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那我们讲一个实际的数字好了 那我讲我女儿好了 她还在读书MBA 硕士班 硕士生在西北大学 好 那她在研究所的时候 他们就选定了她要走这个金融 这个投资这个部分 好 那她就一年级刚进去 他们就很多学长姐 就告诉他们说 你们要怎么去申请 要怎么去准备 怎么搭办 这个细节先不谈 好 就谈说 她原来就锁定了 要去花旗银行的总行在曼哈顿 好 他就锁定了 锁定后再开始做一些准备了 准备了以后 第一关就是他们花旗银行的人 派到学校里面来 然后就招募说 我们今年要多少实习生 那我们总共要四位实习生 全校 那就很多学生去 700位去申请 去面试 面试以后 好 那就有第一关就通过了 然后接着就开始 递送所有的书面资料到公司里面 公司没有多久再寄来一个函 说我们现在interview几位 然后他就给你来回机票了 他就从芝加哥就飞到了纽约 然后来回机票以后 那么高层的就给你面试 面试完了以后 然后接着就马上就告诉你说 欢迎你到我们公司里面 来实习 好 就因此就在暑假的时候 就到他们的花旗银行的总行 他在工业组那边实习 一开始实习的时候 他们的周薪是2000美元 实习生 公司付给他 一个礼拜2000美元 一个月将近1万美元的实习费 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么第二个呢 房屋津贴另外再算 第三个火石津贴再算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你想想看 一个公司对一个研究生 他只是实习生对不对 实习生两个月 因为他实习两个月 他就给了他2万块美元 再加上其他的津贴 好 那目的在哪里 希望这个学生表现好的话 他们希望他留在他们的公司里面工作 那我们反观我们台湾这边呢 那我就问我女儿说 你有没有想去那边工作 她想的 她说她想回来 可是问题就是 回到台湾来 不可能有工作嘛 因为这个2万美元 大家要做一年 不可能两个月啦 那是实习生的待遇 可是他们公司跟他讲说 你一旦成为正职了以后 你一倍以上 也就是说你每个月2万美元起薪 那是最少的 好这个时候 可是坦白说 刚刚我觉得这个 韦涛讲的很清楚啊 在美国的学生 其实他们很清楚的知道 他发展到一个程度 就会有问题 因为他永远是外国人 其实他英文好到不得了 你还是外国人 因为你长相 永远不会一样嘛 好这个时候 这个没有跟 没有跟他要回来 可是台湾的工作 能够给他这样子吗 所以他就变成思考是什么呢 思考到香港 或是到上海 那就变成 华人世界里面 他没有种族的问题 可是我们要讲到这里 其实我们真的是内心里面 很沉痛的就是说 我们的企业主真的要有雄心壮志 我们要成为国际级的企业 我们就必须要把我们的人才招纳进来 我不是要来吹嘘我女儿 而是强调说 台湾的学生有竞争力 因为我们自己培养出来 因为他是在台湾读大学的 在台湾读完大学 能够到国外去 而且在国际间最顶尖的学校里面 进入他们很好的系 而且还能够脱颖而出 这表示什么 表示台湾的学生很优秀 问题是你有没有给他足够的环境 你有没有给他足够的诱因说 这么优秀的学生 回来吧 我觉得这个是台湾的企业主 真的要做的事情 讲到了台湾企业应该有所省思 当然是不是要跟教育相互连结 政府在这块上面还可以做什么 我们稍后回来 说到了披萨 这次我们来看到台湾的排名 大家都在关心的是台湾 这次在亚太地区 或是全世界的排名 到底有多少 我们先来看到的是数学 还有科学跟阅读 这是披萨的三项大评量 其实可以观察到的是 数学台湾呢 晋升了一位 在排名第四位 科学虽然少了一位 掉到了第十三 但是阅读大跃进上升了十五名 来到了全球第八 但是观众朋友 你仔细看到前三行 真的前三行 只有三个国家 就是上海 大陆的上海 新加坡跟香港 科学上海香港新加坡 阅读上海香港新加坡 没有其他 所以大家都说亚洲四小龙 为什么台湾竞争力 相对就是比较薄弱呢 会不会是因为